大安啊 今天是我搬新家的第一天 沒錯 我要搬家了 自己上一次搬家大概只隔了半年左右 新家真的噴了太多錢了 幹 我到底為什麼要搬家 我到底真的是 啊 心好累 錢包也好痛 而且 這個開頭為什麼是在新家呢 沒錯 因為 我現在才想起來我要拍影片 昨天真的太忙了 昨天請搬家公司 然後來幫我們打包跟搬到新家跟上架 原本就聽起來很美好對吧 就是我 應該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 但是呢 師父們一到啊 然後就跟我說 嗯 你的東西比我想像中多很多呢 那可能就是會比預計的時間還要再更久 額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沒錯 我的經紀人二次確責 加上又要趕的時間就 就很忙很亂 所以就也沒有什麼時機可以架攝影機拍攝 所以昨天的整個搬家過程是沒有任何紀錄的零 哦 只有照片 就是 呵呵呵 我要搬家的時候呢 我的師父不小心把我的鞋子收走了 然後我就只能穿著我的室內拖鞋走到新家 雖然說沒有拍到搬家的過程 但是至少帶大家稍微看一下新家第一天的樣子 因為我的新家是全空屋 毫無家具 只有冷氣跟熱水氣的那一種 在那邊拖地對我拖到一半看到嗎 我的拖把在地上 拖到一半然後拖下去啊 幹 我要拍片 我還沒拍片 所以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抱歉 就是 對素顏 不好意思 就是新家的第一天 這個是我的主臥 然後如你所見 他現在是沒有窗簾的狀態 因為 對 我的窗簾還在從淘寶寄來台灣的路上 我的枕頭好像變得有點多啊 我原本枕頭是四顆 然後這邊又有兩顆 然後這兩顆 他們是新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棉豆腐爸爸 贊助我們床墊跟枕頭 棉豆腐的枕頭真的超級舒服的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那種很一般的記憶枕 因為我可能我比較小隻 所以我每次睡記憶枕 我的肩頸就很痠痛 但是他的這個記憶枕是真的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啊 就他這個可以下的很下去 然後 床也是 喔 又軟又不會太湯 我的浴室 我覺得這間 這間新房子最棒的一點就是 浴缸跟領浴是分開的 就是我可以邊領浴邊放水 之前我洗澡都是先洗完澡 然後從浴缸裡面出來放水 然後再進回去泡 現在可以 一起 我就不用在旁邊乾等了 這個拖到一半的 拖到一半的 隔壁間呢 呵呵 這地上的衣服呢 嗯 對 還沒有上架 因為 我訂的櫻櫃 訂錯了 哦 哦 大家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就是 就是 我碰不到 我真的對我的衣櫃死了心了 怎麼辦我還有這麼多衣服 唉 最後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 沒錯 我在盯一個衣櫃 Yeah 錢 昨天發現一件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內衣放在這裡 然後我洗完澡之後我就沒有衣服 然後我就裸體走走走走到這裡 然後我突然才想起來 靠 我沒有窗簾 晚上 隔壁看得到 我已經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裸體的在房間走來走去了 然後隔壁間就是 啥都沒有的客房 對 什麼都沒有 回音非常的重 裡面就只有 我暫時 先放在這裡的一些小宅物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廁所 謝謝我們的棉豆腐爸爸 他送了三個床墊 兩個雙人床跟一個單人床 然後棉豆腐爸爸還會送我們枕頭 到時候都會上去 這個地方呢 是 餐桌應該要我的位置 但是 對 我也沒有餐桌 我什麼家具都沒有 廚房我起床之後有稍微整理 所以沒有那麼軟了 值得提的一點 我覺得挺好笑的 就當初我們在買冰箱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注意方向這件事情 所以正常來講 如果是比較方便的角度 應該是要這樣開 對 他要這樣開 現在裡面 啥都沒有 真是清涼 再來就是 我的 工作間 工作間跟臥室 就是分開出來 只是工作間現在還是 非常非常 凌亂的狀態 昨天這個影 師傅在那邊研究 哇 你就是一百萬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十萬而已 師傅還開了我的FB說 這個是你嗎 這樣給我看 天啊好害羞 師傅還說 那我要追蹤你 好可愛 所以說呢 究竟為什麼 我會搬來這麼大的地方呢 沒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我身後的 這麼一大片的客廳 對 超大的客廳 為了就是 之後要把這邊改造成 突起大酒店固定節目的 攝影棚 為了一個節目 然後搬到 這麼大的地方 期待我們改造成果 這個家唯一 有兩個 裝窗簾的地方呢 一個就是 我們的客廳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工作間 就是對我來說是 比較重要 需要 需要外觀 需要考慮外觀的兩個地方 這兩間的窗簾 是找台灣的窗簾工作室去做的 要台幣3萬多塊 這讓我溫溫 是錢的味道 剛剛已經簡單把我的房子 就是新的租住 介紹完了 四房兩廳兩位 真的是超級貴的 地點是符合我的要求之外 第二點是 這一間是可以報稅的 因為現在我成立工作室之後 就是各種稅務的事情 發現報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找了一個月才找到可以報稅 然後客廳符合我要求的租住 也有人說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原本的租住住 然後我在租一間辦公室 就看一些新北的辦公室出租 看了很久 我覺得辦公室出租 遠比我想像中來的貴蠻多的 而且又如果又要達到 可以改造成攝影棚的那一種辦公室的話 又更少了 我覺得是又更少了 最後就是決定還是租一間大間的是 最划算最合理的 最後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決定 反正都已經搬進來了 還能怎樣 非常感謝我們賽德斯爸爸提供了我們一張 升降桌 然後我現在就要來住它 超級少女的 好 我要把它要翻出來 好 哇 哇 哇 真的是 欸 快快快 好重 這領大道 我可以躺在裡面 我可以躺在裡面 在旁邊 登登组装好了 耶 虽然说它其实桌子会发光 只是因为我盖着滑鼠垫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但是下面会有个粉色观 我觉得很赞 线还是有点乱 毕竟两台主机的亮 加上我实在是很懒得理线的人 色情组窝 后面一定要有个镜子 用低角度都会拍到很乱线 怎么会这样 需要一个理线达人 阿鬼搬到这边已经两个月了 然后我们今天跟他说要拍摄 但我们跟他说我们怎么做得到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一个突袭 看他在干嘛 然后看他平常日常生活 会不会把他的房间整理好 还是其实是一团乱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FBI要开得到 没错啊 不是欸 你们不应该这样直接进来的吧 傻业 要是裸体在家也怎么办啊 那观众 我现在都没穿电影 你要怎么办啊 不是 然后现在到底在拍什么 我们今天再来看你平常过得怎么样 因为你搬来就已经两个月了嘛 然后看你平常 你们要把你的环境整理好 那我可以整理吗 可以吧 嘿 大牛 是死定了 你们幸好是让我换完妆进来 不然我一定是 挑你们这样 我都可以 可以先问一下 你目前做的感觉怎么样 好大好空虚 你看我 我现在就跟我那一株植物一样 那我就快干枯了 哈哈 这就是我们的心 哈哈 我快干枯了 对啊 我们还要看最可怕的就是你冰箱有没有过期的东西啊 没有 哎哎 因为我昨天刚好恶心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很安全的 大葱 哎呦这个 嗯 这个番茄 嗯 来来来 我昨天有稍微 我们tag一下 来来来 不是不是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番茄 不是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番茄 我昨天检查一下 我有想过要不要丢掉 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可以吃 所以我留下了 怎么可以吃的 我看这个 它可以吃 它把这边切掉就可以吃了 好 而且它很心急 它还故意翻这一面 对啊 不是 这个真的 然后翻起来就 哇 OK好 我看一下这个零食 最好 我把这个 干嘛 可以移动一下 接过一下 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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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推出来 没有人帮我一起吃 就消耗的很烂 好 而且你都戴牙套 就会开始很少吃零食 哦 哦 这什么 它是不是快过期啊 蛤 它怎么时候过期啊 我不知道 我记得三月多吧 那是最佳赏味期限啊 没事的啊 你在讲的是什么 最佳赏味期限 OK 2023年1月8号 对啊 那是最佳赏味期限 这个就很重要啊 因为大家都很怕 你吃坏毒素 对 我没有 没有 这个是准备给你们的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主播平常睡觉的地方吧 那个的 出去过外变人 是不能碰我的床的 如果你回家没有洗完澡 你就被碰上床 绝对不碰 哦 为什么我会完全不碰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这个 这什么东西 我的毯 这什么破布 这是我的毯字 怎么破布 这是我的毯字 破布感到超南京啊 你踏到你才破布 你才破布 不好意思 但他真的是快破布 我会把一些杂物丢在客房 我客房主要是 就是我爸妈上来的时候可以睡 把我的麦块大合集放在这里 就是我只可以take你的脚底 很棒 不要 变态 不要 诶 主播 哈啰 你还醒了吗 因为这次你搬家 然后我们有个爸爸的 觉得非常的开心 他就 对 我们还有个爸爸 对 我们有个爸爸 他就 恭喜你就是 召唤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所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ROG Destroyer Ergo Gaming Chair 那就事不宜迟了 我们就马上来组装 哦 它是网格的耶 对 它是网格的耶 对 它是网格的耶 我觉得网格比较好 对 它是网格的耶 比较不会闷闷的 嗯 因为台湾真的太湿了了 我觉得不是那种皮质的 做起来的像是湿了 对 会有个屁股痕跡的 对 会有个屁股痕跡的 它这种是更软一点 我不太会说 它是比较软的 哦 哦 反正是纸 你在笑什么 哇 这个屁股真棒啊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还想要看更多的 装装家具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研究 我们会准备一堆家具 给它做 造型 这是什么成人乐高吗 成人乐高 可拆式隔音品 可以减少干扰 并在头部周围 创造类似环绕音效的 升学空间 它后面给换 很酷耶 哇 它有一个隔绝噪音的功能 哇 这个很酷耶 我要再去搭飞机 控制那个 它在干嘛 等一下 这很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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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喷射装饰吧 火灾的时候怎么办 我没有生效怎么办 用这个 一键喷射 火箭作业 不要下掰好吗 好啦 大鸟把这张椅子抖 我们把这张椅子抖完 尤其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这个身材的部分 真的超级适合 我这种比较爱的人 超赞的 感受得到吧 该换椅子了吧 还有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是软点 它不是硬的 它这边是软点 所以你靠久你不会觉得很痛 它这张椅子有一个设计 是for手游玩的 所以其实像 你看这个图个设计 就是因为我们手 手肘会靠在上面 哦 你手撑的时候 你手肘会比较不会那么痛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搬家真的超新的耶 希望 希望 我大概最少一年之内 不要再搬第二次家了 如果对于 就是这支影片 有介绍家具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 都会有那个购买连结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对 你好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哎 高中同学 不然你已经是会自我介绍的人了 反正我高中同学 昨天来看演唱会 然后今天来自我家 然后我现在就使用了有情点数 把它抓来配我一起 采买就是一些生活用品这样 那小姐请问那个 那个 捷径站怎么走 我在跳叮叮叮叮叮 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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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脸 不要丢脸